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拒绝接受美国对以色列在有争议的东耶路撒冷 为犹太人建造住宅提出的指责 美国说这一举动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谈构成了威胁 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晚间 在华盛顿对一个重要的亲以色列组织发表演讲时宣称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不是一个定居点 他说犹太人在三千年前就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 如今仍在这样做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早些时候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发表讲话时警告说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占领地区建造新住宅 将破坏进行谈判所必须的信任